路虎不坑穷人 谁说他专制驼背 宝贝 我那台路虎应该是拥有了自卑 且拥有了牌面 开了不到半年两千来公里给你们做个分享 毛病还是有的 到现在电流声 这个应该是大部分二三款冷上车厨所遇到的问题 除了电流声呢 在东北用这玩意儿 零下起路倒车影像他就不好使 然后除了倒车影像就是太冷的时候 听歌喇叭嗤嗤响 然后其他问题还没遇到 既有乳化 还有防冻液漏防冻液 才两千公里凶了 到现在还是没遇到 好像整体用下来 没治好我的驼背啊 因为我拥有了自卑 这台车是低配的 P360标轴版本 但是标轴版本他也是有后轮转向的 这点比较不错 作为抖音董事的二号车领航计划认证车商 宝贝我必须给你分享点干货呀 路虎暖身行政五代的他开的要比路虎暖身运动还要好开 甚至要比GRE 宝马X5这些个车型都要好开 比重大型SUV好开的全尺寸SUV可能就是五代缆胜了 得益于他的后轮转向 你静连性还有动力体验外这一块兄弟们 不用纠结 即使是低功力的 应接力直立六缸方向机 迸发出的动力足够用了 然后如果你想选择GLS还有宝马X7 预算真的不够 那可以去选择 但是我先给你提个醒 你包括二手的四代半的后期长轴缆胜 你再加上新车GLS 宝马X7 就他们啥 有二车有新车 开一年亏的钱跟五代缆胜差不多 虽然保值率兄弟们都觉得 皮爱的车肯定保值率要好一点 但是你切记缆胜它的保值率很好 然后呢 选择二手 老款四代半就不要考虑了 基本上过一百万售价的二手车 开一年亏的跟新车 五代缆胜差不多 你想想一年亏的一样 你为了这么一个老款缆胜 你放弃了新款 如果是我 分企业得干新款 这是我的选择 如果是你150万预算 除了缆胜 G350 麦巴和S480 你还会选什么车站评论去探讨 祝你开心快乐 但是 越来越好 一楼长虎 没事 扒拉扒拉 懂车地 看看车源行情 2020年买车便买贵了 啊 宝贝